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你好 我是Lucas from Oppurrents 今天呢会用5分钟呢向你讲解 如何不要让广告商追踪着你 有趣吧 我们就不说广告商怎样追踪你 我们今天说的是怎样你不会被追踪 怎么让他不追踪你 好不好 有时候你会发现到 你去一个网站找东西 去机票 要买机票的时候呢 你去其他的网站啊 ARBRC 在Facebook还一直看到他 真的是超级的烦啊 最烦的就是 你连那个机票已经买了 或者是你的酒店已经买了 他还一直追踪 你不放过你 哇 这个真的是够力啊 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 我们身为那个SEO SEM Internet Consultants呢 我们帮客户做广告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议他们用追踪广告 但是我们会跟客户讲说 不要太过分的追踪 刚刚好就好了 因为太过分的追踪了就变成 让你的客户讨厌了你 你想象 我已经跟你买了东西 你还一直叫我跟你买 这是真是 没道理啊 对不对 让人家烦啊 所以呢 要怎样在Internet呢 让那些广告商 不会追踪你呢 第一 就是你在你的browser 你可以Clear掉你的Catch和Cookies 如果你是用Internet Explorer 或者是用Firefox的呢 你可以在Google找一下说 Clear Internet ExplorerCatch Clear Internet ExplorerCookies 这样的字眼 它就会给你一些指示整个去洗掉 因为每一个browser呢 它的洗法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是在 如果你是用Internet Explorer和Firefox 你可以找这些字眼 Clear Internet ExplorerCookies Clear Internet ExplorerCatch 这样子 它就会给你怎么 教你怎么去弄 那么在Google Chrome就很简单 你只需要在Google Chrome呢 用真的是Google Incognito 那么当你用完Inognito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browser关掉的时候呢 你的数据是不会被储存下来的 然后第二呢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browser 关掉那个 那个 Cookies 在 如果你是用着 Firefox 或者是用着Internet Explorer的话呢 你会有那个选项呢 可以洗掉 可以disable掉那个Cookies的 就是只需要在那个Google找一下 叫做 Disable cookies 这样子的字眼 就会有答案怎么去做Disable了 因为这里是视频 我没有办法像你们说 一步一步的怎么去做 我会给你们一个方向的 只会给你们一个方向的在这里 那么呢 如果你是用Google Chrome的话 很简单 你只是用Internet 就是它一定会 不把你的所有数据收起来了 怎么说呢 Google Chrome Internet Google Chrome这里呢 你会在第四个 现在New Inconito Windows 它开筷是黑色的 这个黑色呢就是Inconito 你所有Rousing的资料呢都不会存存起来的 第三个方式呢你可以用VPN VPN可以设置在你的电脑 也是可以设置在你的手机 那么你用VPN 浏览网站的时候呢 它是用对方的IP address 它不会用你自己的IP address 来浏览的 所以呢广告也追踪不到你的 然后在用VPN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国家 我要用美国的VPN 我要用日本的VPN 都是可以的 好啦 今天说到的是这里 所以如果你们有一些疑问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的 视频下面做一个询问 我们都很乐意的向您解答 谢谢